米西珍27日透过自己的Instagram现实动态 公开了来自Hanny的讯息截图 根据图片显示 Hanny给米西珍发送了一条讯息 内容是 代表 Wishing you good luck today 祝您今天好运 我相信您会让演讲气氛热闹起来的 他还附上了亲吻的表情符号 表达了对米西珍一如既往的爱戴 同时 Hanny也传送了粉丝为他们绘制的粉丝艺术 画作上写着Nugens never die Nugens不会消失 Hanny的可爱支持让米西珍用笑脸讯息回应 并且还发送了飞天小女警和Nugens的合作贴图 Nugens的粉丝们也对这两人之间的强烈羁绊感到高兴 Hanny的讯息被认为 是为即将进行讲演的米西珍送上的鼓励 米西珍在27日下午将作为讲演嘉宾 参加在首尔龙山区黎太苑Handy Card附近 举办的文化活动2024Handy Card Da Vinci Motel 她的讲演时间为晚上9点开始 持续约100分钟 讲演主题为打破K-pop固有模式的制作人 米西珍的自由风格 米西珍公开了对Hanny的支持讯息 并驳斥了毫无根据的谣言 此前在25日 Nugens的官方SNS发布了一张团体照片 只有Hanny缺席 部分粉丝因此猜测 Hanny缺席日程 是因为米西珍与阿道尔姆公司 Hype之间的矛盾所致 透过Nugens的自制节目字母 写到Hanny因健康问题缺席 不过能看出她是坚定地支持米西珍代表的 在休息中 还是发文为了米西珍的活动助力 Hype曾于4月25日以业务失信等罪名 起诉米西珍 随后在8月27日选任出身自Hype的前任Crow 首席人力资源官金周勇为阿道尔的新任代表 因此 米西珍自2021年11月 被任命为阿道代表以来 仅经历了两年9个月就被剥夺了经营权 米西珍声称这是一个单方面的解任通知 而Hype则表示这是按照合法程序进行的代表董事更换 最终 米西珍于9月13日 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了 召开阿道临时股东大会 及重新选任内部董事的家处分申请 公审日期尚未确定 预计将于下个月举行 与此同时 Hype计划于10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讨论是否重新任命米西珍为内部董事 Hype向米西珍提出的New Jeans五年制作合约 涵盖了他与New Jeans之间剩余的所有合约期限 而这次公开出席的活动 是他在8月底 被Hype解任阿道代表职务后首次公开露面 当天进行了讲演 并提及了他与Hype已持续6个月的对立 米西珍声称 Hype出钱要我离开公司 但由于金钱不是我的目标 我拒绝了 并补充说 目前的冲突是公开处决那些公然违背母公司意愿的人 而他米西珍自己 在这次纷争中 个人对抗公司 有着巨大的金钱投入 对某些人来说 这是难以忍受的 截至目前 诉讼费用已经花了23亿韩元 如果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诉讼 最终会破产 我并不是一个存钱的人 外界认为我很有钱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为了支付诉讼费 我甚至需要卖掉房子 我非常庆幸 觉得自己拥有房子 或许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事情 他接着说 如果没有钱 根本无法进行诉讼或应对这种情况 我很感激自己没有丈夫和孩子 如果有 我可能会陷入更多的烦恼 但我是一个人 在短短三个月内 诉讼费用就增加了几十亿韩元 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 我心想我一定要赢 尽管诉讼费用不断增加 但他明确表态不会轻易屈服 米西珍进一步表示 我希望不要再让其他人经历这样的战斗 必须有人坚持下去 这样才能形成过程 如果有像我这样的人 日后可以提供建议 这场战斗不能让有钱的人轻易取胜 我会坚持到最后 展现出他的使命感 他还强调 自己从未表示过要离开公司 Hype突然说我在篡夺公司 他们完全看不懂局势 我从未想过人生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会赢 因为我没有罪 不管他们撒多少谎 把事情夸大到什么程度 最终真相会浮现 这是自然的规律与法则 我打算拍摄一部纪录片 揭露整个过程表明了他的决心 除了高达23亿的诉讼费引起许多关注外 米希珍甚至在演讲中公开了New Jeans新歌的母带 不仅取风轻快 更是引起许多好评 更让不少网友敲碗 希望可以赶快完成这首歌 此外 米希珍也提到了他的前东架SM表示 我不喜欢SM的Cultural Technology 文化科技 这个口号 文化不应该有科技的干预 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增长 他补充说 文化必须灵活变化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文化需要科技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设计了SM的标志时 要让它具有灵活性的原因 他进一步谈到hype的口号 We Believe in Music也是我创作的 在进行品牌建设时 我为各自的公司注入了灵魂 米希珍提到了 他在SM娱乐的早期挣扎 米希珍表示 当时 这是一片荒地 公司里没有系统 我在SM的头一两年 发现这如此艰难 甚至想过离开 他继续说道 但我有一些很好的机会 当时担任首席制作人的李秀满说 他看起来很聪明 而我只是个助理经理 他甚至给所有团队领导发电子邮件说 你不懂 所以要多听听他的话 他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人 当有人支持你的时候 就会变得令人兴奋 米希珍还分享了他对创意控制的经验 一开始 我为专辑封面做图形设计 但我没有任何权威 我会让别人拍照片 然后创建图形设计 我甚至告诉造型师 但我当时20多岁 谁会听我的 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能够给造型师 指导是位少女时代的第一张专辑 但我对MV没有任何控制权 这真的很令人沮丧 关于他与上司的关系 米希珍说 于比你高的人一起工作时 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每个老板都有不同的个性 生活中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 也没有成功的捷径 你必须了解你的老板 并制定自己的策略 他建议到 你不能对此感到怨恨 当我年轻时 一无所有时 那是接纳我的地方 这就是你了解组织和社会的方式 在讲座中 米希珍也透露 SM娱乐最初曾要求删除 郑秀精吃纸的场景 理由是对概念的担忧 然而 米希珍透露 他坚持保留它 他分享说 SM要求我剪掉郑秀精吞纸的部分 但我非常沮丧 心想 他们到底知道什么 我生气到睡不着 最终 这个场景保留在MV中 为古怪的美学 增添了一丝微妙的性感 至今仍引人注目和好奇 而讲演过程在YouTube上进行直播 Nujins的成员们据说也有观看 Herrin表示 啊 代表 真是太有趣了 我戴着耳机一个人看得非常投入 不仅对代表有了更多的理解 也让我平时的想法更加升级 最后的歌也非常棒 他还说 观看影片的那一刻 我感觉内心充满了某种东西 啊 我真的觉得代表会改变一些事情 其实已经有些改变了 总之 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真的太好了 顺便说一下 这些都是我看完影片后 立刻写下的感想 等您看到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很高兴能见到代表 其实在这场风波里 没有太多的人在意米西珍或者Hype 很多注意力都在 Nujins坎坷的未来之路 其实不单单是Herrin 成员们都与米西珍密切联系 而此前也是提到专辑制作被迫中断 这次的新歌音源流出 无疑是给了太多粉丝强心针 这次的新歌 是给了太多粉丝强心针 这次的新歌 是给了太多粉丝强心针